旅行當中寫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去過埔里 就是南投那邊 然後 其實我以前常常 騎車環島啊 用各種方式環島 包括走路 但是 不是走完這樣 但是就是 有一次我就去了埔里 然後我就查了資料 我就想說 我沒有試過做公路客運的旅行 然後我就查到 你如果從埔里出發的話 你可以坐一路公車 叫做 豐原客運 然後 好像也可以在台中這邊搭到 然後你往離山那個方向 豐原客運 然後 它會先上到五里合關山 然後再慢慢下來 它走的是台十四角線 這條路就是 其實是 全台灣最漂亮的一條公路 為什麼 因為它會先上到高海拔的地方 然後再下到低海拔的地方 所以你從 一路就是幾個小時之內 就是各式各樣的風景 你都看得到 但是這是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我去做一件事情 然後 下來之後 然後如果你在一個叫大嶼嶺的地方下車 大嶼治水 山嶺 大嶼治水大嶼 然後山嶺的嶺 大嶼嶺 這地方下車的話 你可以等花嶺客運 然後就可以再走台八線 然後再一路就是穿過中環公路的系統 然後到達台灣東部去 然後那時候我就這樣做了 然後我在那裡順利的下車 結果一直等不到花嶺客運 然後我就有點慌張 我就打電話去問 他說原來那時候二月份的時候 他還有個過年後期的區段管制 所以那時候那幾天剛好沒有車 可以上到大嶼那邊去 我必須要走路去天翔 天翔其實已經有一點點靠近花嶺了 所以我下車的地方到天翔這段路還有60公里 那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只好先走路 然後一月摸帶走一半小時之後 我就放棄了 然後就想到一趟不曉得怎麼辦 沒有車子 然後開始在中環公路上面舉大拇指 就是看到車子來 我就舉大拇指 然後我想說欸 沒有美色 就只好就是 只能一路這樣子去 然後都沒有車子願意載我 可是後來就真的有一條 就是有一台小發財車 他就趕快靠我邊 然後叫我上車 車上是一個60歲的大哥 跟那90歲的媽媽 他們就是母子二人 就趁著風光明媚的時候出來 所以那段女生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覺得我看了很多很漂亮的風景 但是我卻看到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也是我坐在路車廂的時候 剛好看到有人墨是 那個60歲的大哥跟他90歲的媽媽 兩個有一個相似而笑的表情 然後表情都很滿足 那時候其實我當下還滿覺得滿感動的 因為他們年紀其實都不小 就是就是 所以確實一樣就是一樣就是很很開心喔 很享受那個檔下 所以後來我就寫這首歌 這首歌叫台八線四公里 因為那個大哥一路上 他就一直不斷提醒我說 他家就住在台八線四公里的地方 就誒我們現在進入台八線喔 你知道我家就住在台八線四公里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有一次之後 我要再去做公路客運旅行的時候 我一定要去他家住一住 然後一路上就是一直到下次的時候 還提醒我台八線四公里這個名字 所以這首歌也叫台八線四公里 och Cara I makelicher 這些都說台八 就是我是住在幾公里 就是我是住在幾公里处 就住在幾公里处 然後這個叫台八線四公里 感谢观看